关心中国的间谍气球被美军给击落 紧接着他们在进行打捞残骸的工作了 要来针对气球里头到底装了什么进行调查 美军现在还公布了一系列打捞气球的照片 可以看到美军他们来到了外海 搭着气艇捞起了一大块白色物体 这就是间谍气球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就表态 他们不会把气球交还给中方 只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非常的不满 明确告知美国这气球不是美国的 只是调查气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美国调查人员必须要从气球的碎片 去了解中国的空中监控技术 还要去了解到这个气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以及它是怎么做到传输讯息的 还要在调查的过程中确保美方人员 不被潜在的危险给伤害 主要是因为担心这个气球里头 会有一些化学物质伤害到调查人员 这也让恢复气球装置的工作变得复杂化 然而美国击落间谍气球之后 也引发了一连串效应 包含美国国防部其实在2月4号的时候 有要求要进行一次安全通话 不过中方他们拒绝美方跟中国外长魏凤和来通话 而五角大厦发言人表示 会持续的努力打开沟通的管道 那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其实也因此暂缓了仿中型 中国他们后来虽然有解释这个气球是民用的 后来还是被美方击落 中国的肖焚红现在也跳脚了 抨击美方是小题大做 就网友批油说美方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一个民用气球就让美方破防 还动用到导弹美方是指老虎妈 不过有比较理性的网友认为 中方是理亏的 认为应该事先通知美国气球失控了 也不至于引发后续的争端 而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在国情咨文的时候就有特别提到 假使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 我们会行使保卫国家的权利 我们也做到了 想要赢得这场对中国的竞争 美国必须要全国团结 那现在习近平要怎么回应美国击落气球 成了他最棘手的问题 我是连佩辈 更多的国际新闻 请您锁定华视各节新闻 华视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